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人毕竟是弱势群体 尤其是跟富人打官司的时候 官府会不会偏袒富人呢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就要从清朝当时推行的司法制度进行分析 清朝推行有承文司法制度的传统 可以追溯到关万努尔哈士时期 不过 当时的审案方式仍非常粗陋 到了顺治年间 清朝入官以后 才借这明朝的司法制度 形成一套清朝自己独有的司法制度 当然 后来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整 才逐渐成型 清朝推行的这套司法制度 以大清律律为基础 加上五条会典 蒙古律律 回律 翻律条款和各部远则力辅佐 构成清朝官员审理案件时 用来判断的准则 在这些律法中 都有一些比较正面 规定 清律手艺就对刑具的规格 使用做了很详细的规定 防止用刑刑规定 使用帐刑的时候 每个犯人每天不能超过三十下 掌嘴 贵链都能超过两次 朝廷会经常派遣官员 监察监狱 防止有冤情出现 审案官员要公正连结 不能有偏司 不能收受贿赂 为了避嫌 清朝司法有明文规定 如果审案官员跟为审案犯之间有师生 亲戚 朋友 仇戏等关系就已经回避 不能参与审案 而且 官员不会参加同省犯人的审判 防止偏袒 但是 这些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会有很大偏差 清朝历史上 因为滥行被打死的犯人 不计其数 甚至刑部还会给不同级别的衙门 一定名额的犯人死亡名单 这种规定和实际操作的不同 让富人有了更多机会去逃避罪责 最简单的说 他们可以通过贿赂审案官员逃避罪法 英国人斯丹东在18世纪的时候 曾经对清朝司法审 判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中国 以及其他东方国家 下级向上级 当事人向法官送礼的风气是很盛行的 原告和被告两方都向法官送礼 不过 这种情况并非绝对 富人对穷人能够绝对胜诉的可能性 除了跟当时官场风气有关 也跟案件涉及的级别有关 清朝的时候 地方案件审理 主要分为四级 分别交由县 府 案查使 总督和巡府四个级别的衙门审理 这四个衙门审理的案件 分别是由清道众 那些寻常案件 都会交给低层的衙门去处理 比如说 如果是那些家庭事务 土地纠纷等事情 处罚结果在鞭打 仗刑范围内的 就会交给各地州县自行处理 如果处罚结果是徒刑的案件 需要交给府 到 案查使审理 由总督及案 如果是审案结果是流放 以及人命案子 需要通过刑部 交到皇帝手中 由皇帝判决 级别越高 妇人通过受贿得到官府偏袒的可能性 就越低 毕竟级别越高 案件越大 也越复杂 朝廷也会派遣一些官员到地方巡查 越是重大案件 越可能在巡查范围内 当然 这里不排除一些手简通天的商人 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 对审判官员 乃至巡查官员对案件产生影响 对自己偏袒 被判决的人 如果感到不满的话 也可以逐级上诉 从府 私 都 每个衙门去状告 这种情况下 清朝的穷人或许有更有机会 但是 他们的状告 只能是逐级上诉 不能越级 否则 即便将来审判后 案件属于实际情况 也会被鞭子抽打五十下作为处罚 要是案件被送到皇帝手中 相对来说 结果会更好些 当然 皇帝不可能完全了解所有实际情况 只能说 皇帝因为距离这些百姓比较远 会用他认为较为公正的办法去审判结果 比较不容易偏袒富人 穷人其中一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才要那些觉得自己冤枉的 人 会到京城找皇帝申诉 这个叫做金控 他们可以到都查愿 通正史司 有门提都衙门叫冤 他们可以到都查愿 通正史司 有门提都衙门叫冤 康熙年间还专门设立了登门古厅 如果有人击鼓鸣冤 会有官员进行申诉 确实冤枉的 交由皇帝处理 或者遇到皇帝出门 可以拦着赢家申诉 这个操作难度极高 很可能被直接扣上冲撞皇帝仪仗队的罪名 拉去冲军发配 深冤就成了炮影 不过 找皇帝并非能保证完全公正 毕竟这些案件最终还是要由下面官员去办理 只是由皇帝亲自审理的 大多情况稍好些 但是 跟清朝那么多案件相比 能得到皇帝亲自审理的 不过是少之又少 所以 在清朝 官府偏袒富人的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存在的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 更多责任编辑